2019童花飞舞悠游客庄跟着蝴蝶去旅行 童花季即小镇漫游系列活动 今年的童花季 普里镇公所特别结合日管处 以及水宝局共同举办 希望借由小镇漫游的活动体验到农村的特色 呈现推动农村再生 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教育的成果 尤其是今天的主题是跟着蝴蝶去旅行 我相信蝴蝶给人家的印象是一个生态跟一个美丽的代表 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尽早日找回普里曾经是蝴蝶的王国 也希望说我们能够营造出适合蝴蝶居住的这一个生态 其实把这些好的生态 好的环境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这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之一 趁着活动的结合也希望说能够提高这个环保的意识 生态的意识 县议员叶人创表示 普里本身就是一个富产蝴蝶的地方 也感谢日管处 水宝局南投分局以及普里鱼池公社 等为产业及观光推展来努力 也欢迎相亲好朋友有机会能够到南投旅游观光 南投是乡下地方 然后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除了农产品之外 最重要就是观光的活动 然后今天来参加这个跟着蝴蝶去旅游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因为普里本来就是一个富产蝴蝶的一个好地方 现在也在做富裕当中 那非常感谢日管处 还有水宝局南投分局 普里鲸池公所 鱼池乡公所 为南投为在地的观光的产业在努力 那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 都有机会多多来南投旅游观光 县议员陈宜君表示 不论是蝴蝶白鱼等等物种 早期都是日常生活随时可见的 但经过时代的变迁 这些物种也变成了观光推展的主力 这也是显现出生态保育的重要 也希望乡亲们都能够一起来爱护环境 重视生态的问题 以前我们可能认为蝴蝶白鱼 或者是红茶咖啡 这些东西只是我们日常的 我们在饮用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我们看得到的东西 曾几何时这些物种 已经变成我们赖以为生 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产业的一个主力 所以也更显得就是说 我们在保护物种这个方面要更尽心尽力 面对全球暖化 面对我们地球不断的升温的状况 其实还是在这边呼吁大家 为了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保护 我们要更重视我们的生态的这个部分 副议长潘一泉也邀请乡亲有机会 能够到普里镇漫游 普里镇风光秀丽 物产丰饶 相信来到普里镇轻旅行 也能够让您度过充实美好的一天 记者陈文一普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